咖啡集團想要偷渡 二十名的嫌犯六號清晨 就找上旅船 打算從高雄港要出海 不過最後在海巡安檢時 發現有異狀 密封的船艙怎麼不斷出現 拍打的呼救聲 原來船隻內部人多 空氣又稀薄 而且事先給嫌犯使用的 楊基平根本不夠用 最後還是海巡出動的機具 破壞船體才拉出 差點窒息的二十人 隨後也連同安排偷渡的 夜姓船長等三人 通通一送發白 三人機將密閉船艙切割 掀開封板之後冒出了人頭 海巡人員立刻拿著辣椒水警戒 擔心他們不肯就辦 但陸續爬出來的人 不斷喘著氣喊著要淘水喝 不好意思我們不會跑 淘水 可以淘水嗎 來來來 命差點沒了 悶熱快窒息 一個一個都滿頭大汗 出來的人越來越多 甚至還有女生 想偷渡海外都還沒出港 就狼狽落網 水這邊 來來 8月6號清晨時 高雄港一名夜姓船長說要出海釣魚 海巡人員例行登船檢查 底部船艙卻傳來拍打呼救的聲音 趕緊入內搜索 客人發現一口氣 倭藏20名台積偷渡男女 主要就是因為密閉船艙 空氣吸薄人又塞得多 就算船長有準備氧氣瓶仍舊不夠用 呼吸困難 這下全都不想投渡了 命比較要緊 趕快喊救命 該船舶船長 船員等三人 設有違反入疏國籍移民法 國安法等最嚴重大 且有事實主任有逃亡 即勾創共犯或證人之餘 附有羈押之必要性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獲准 根據了解船艙窩藏著20人 疑似詐騙集團成員 台中地檢署將其中18人列為禁管對象 兩人未到暗遭發布通緝 現在通通被檢方帶回偵訊 只是這群人鋌而走險 差點把命給賠了 資深船長也說 通常偷渡價碼一個人頭15萬起跳 再上20個人能進賬300萬元 就有不肖船長抓不到魚 幹起壞勾當 幸好這回海巡發現得快 否則這20個人差點成了海上王魂 接著葉紅蓉 黃一復 高雄報道